今天的時間是5月2號 禮拜天中午12點 等我一下下 我現在再試試看我怎麼能夠錄影 好好像不能錄影 那我請尚幫我們今天的主日來錄影 已經在錄影了 應該是已經在錄影 好謝謝謝謝尚 歡迎大家再一次在線上 跟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上帝 今天應該是台灣的母親節 還是全世界的母親節 我有點搞太清楚 下禮拜才是母親節 下禮拜才是母親節 因為我在網路上這個Facebook上面 看到很多台灣的朋友都已經在慶祝了 很好我們一連慶祝一個禮拜很好 下禮拜才是我們的母親節主日 但是我們可以先預備我們的心 把各位的爸爸媽媽 尤其是媽媽們放在我們的心上 好 一樣在我們今天的主日開始之前 我們有幾個簡單的消息 跟各位報告 上禮拜天 4月25號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 林秀芬博士講解他的博士論文 心理關係中的金錢風暴 談經濟虐待與經濟壓力 他特別介紹了所謂的幸存者 survivor跟受害者的victim的不同 提醒我們要尊重的態度 同理性的方式來跟幸存者來溝通 非常感謝秀芬博士跟我們的分享 他也介紹了Allstate Foundation 他們這個機構 他們有一個Moving Ahead Through Financial Empowerment Curriculum 這樣的一個方案 幫助我們知道如何幫助這樣的一個事工 如果大家有願意參加這個有意義的社會關懷弱勢 族群宣教的事工 歡迎你聯絡裴隆長老 或者是我們的秀芬博士 好 接下來今天早上的成人主治學 我們博學的何德恩教授 為我們講解了基因上的猶太人到底意味著什麼 非常有挑戰性 也針對我們美國過去一年來 這個冠狀病毒猖獗中暴露各種種種族歧視的社會問題 那如何對症下藥 其中的藥方之一 非常感謝各位弟兄姐妹的參與 下禮拜 母親節 下禮拜是我們的母親節主日 我們將邀請到我們 本身我們教會的第二代的台美人牧師 Reverend Kenneth Liu 劉牧師來到成人主治學來為我們開獎 一定非常精彩 那特別要強調 劉牧師將會以一個座談的方式 邀請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提問一起討論 尤其是TKC所有的這些年輕家庭們 那對於所謂的第二代的台美孩子 在教養上屬靈成長上面 如果任何的問題任何想法都歡迎分享討論 那如果方便的話請家長們 在這幾天就先把你想要詢問的問題 先提交給我 或是提交給Mandy媽媽 那我們會把它會整 然後交給裴隆長老 裴隆長老會事先交給劉牧師 感謝大家 好 接下來 美國基督長老教會 全國台灣人教會的婦女聯合會 在2021的事工 包括說阿嬤的話 關懷退休的牧師 另外有種子宣教的事工 然後還有NTPW 聯誼廣場的LINE群組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事工 那有醫院的請洽婦女會的會長 NUA來領取種子及加入群組 好 今天下午2點 特別強調一下 今天下午2點 我們的婦女茶會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希望大家用 希望用大家的生活作品來呈現 主題有心靈巧手 拼布 繪畫 鴨花 點心 廚藝 圓藝 手工藝等等 反正今天下午就會有 有這個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歡迎大家參加 這邊是底下是WebEx的連結 另外在我們的教會還沒有決定 我們的這個Building的通風改善工程的方案之前 請會友還有團體小組 如果你要使用教會的設施 除了你要戴口罩 那建議在使用後 前後都要把這個門把 還有使用過的這個桌椅先都擦拭過 遵守CDC還有紐澤西的相關規定 降低空間的使用力度到50% 而且每個人保持6英尺的間距 如果有外洲旅遊返回大紐約地區的 請自行居家隔離10天 如果有國外旅遊回來的 請參考CDC的防疫指示 好接下來 雖然病毒的感染率好像有一點點在變化了 但是還是持續緩慢的升高 疫苗接種率還沒有完全的普及 尤其是年輕人跟小孩 所以我們小會暫時還不考慮7月底 以前開放屍體的禮拜 不過小會有計劃在6月20號禮拜天 在公園舉辦野外的禮拜 可能也會有球類的運動來慶祝父親節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會有pull up 所以小會繼續評估疫情的發展 我們會再進行做詳細的通知 好最後一項 小會我們正在進行本會的聘職人員年度的評估 包括我們的兩位牧師還有兩位音樂的施工人員 還有我們的一位行政秘書 藉此確認並感謝他們這一年來的付出與努力 有可能進一步改善的事項 我們會提出討論 那小會邀請也歡迎所有的會友們提出意見 那想要分享你的意見的請聯絡各組的評估委員 包括蔡牧師的評估員是我跟右肩書 右肩長老 那破牧師歡迎把你們對破牧師的相關的想法 歡迎跟蔡牧師長老聯絡 行政秘書的部分跟文序長老聯絡 那音樂施工的人員跟右肩長老聯絡 每一組都會有三個施工 包括一個指示 好以上是我們小會的公告 然後TKC的公告是今天下午禮拜之後 我們立刻會開始我們的查經 好一個月一次的查經 好請大家預備心我們開始今天我們的主日敬拜 宣招請大家開啟你的麥克風 跟我們一起來做宣招 我會念四會的部分 請大家一起念會中的部分 宣招 我們起來敬拜讚美上帝 就是以愛創造我們的那一位 我們起來敬拜爭葡萄樹 在祂的愛裡面 我們可以連結成為一體 相信復活的百姓啊 基督已經復活了 基督真的已經復活了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讚美我們的上帝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兒童敬拜讚美 所有的家庭們歡迎你們帶領你們的小朋友 開啟你們的鏡頭 讓大家一起小朋友也一起跟我們敬拜 尤其是最近是這個母親節的期間 所以我們一起來 讓我們的小朋友跟著我們一起來 回應上帝的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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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愛是認定的愛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悲伤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 教我要爱耶稣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谢谢你们的爱 回头看着你们笑容 用爱拥抱这世界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带着感恩的心 愿对耶稣爱不改变 一生浮世荣耀主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谢谢你们的爱 回头看着你们笑容 有爱拥抱这世界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感恩的心 愿对耶稣爱不改变 一生浮世荣耀主 一生浮世荣耀主 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谢谢你们的爱拥抱 谢谢你们的爱拥抱 谢谢你们的爱 谢谢你们的爱 回头看着你们笑容 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感恩的心 愿对耶稣爱不改变 一生浮世荣耀主 是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就如同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一样 而且永远不停息 爱我们一直到永远 让我们一起开口大声歌唱 赞美我们的主 祂的爱在我们里面 一直到永远 祂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看见神明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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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燃烧我心里荣耀 我看见神明的心 我看见神明的心里荣耀主 你一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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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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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到永远 你一直到永远 我一直到永远 我一直到永远 你一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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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你在水面上呼唤着我 跨入未知 生怕失落 在奥秘中 当我寻见你 在深海里 我认真力 我全心呼求你生命 我的眼淡淡仰望你 大海翻腾 我却安息在你怀里 因你输我 而我输你 水深指出你恩典拥有 你手掌圈 牵引着我 就在我身陷 恐惧软弱 你永不失手 扶持着我 我全心呼求你生命 我的眼淡淡仰望你 大海翻腾 我却安息在你怀里 因你输我 而我是你 我全心呼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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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与你同行 使我心情更加坚定 在我救助同在义里 舍离你离世 我心情没有界限 让我能心动在睡眠 不找我快跑跟随 你牵引我 让我更是与你同行 使我心情更加坚定 在我救助同在义里 我全心呼求你生命 我的眼灯淡仰望你 大海翻腾 我却安息在你怀里 因你输我 让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谢谢主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Amen 回家邀请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寻求和好与平安 我们希望经历宽恕 上帝啊 因你的恩惠 我们在你和相互之间 参合我们的罪 请各位弟兄姐妹 开请的麦克风 Amen 我们一起来做认罪的祈祷 祢是真桃树 而且你的基督使我们成为你的侄子 在你的恩典之中 我们找到力量 在你的慈爱里面 我们就释放 得真正有 欧主啊 当我们并没有你的释放的样式来生活之时 或是当我们并没有一种复活者 或是经常 而就激励 产生 行动之时 求祢是真桃树 欧主啊 当我们并没有如同葡萄之子 而成为你的恩典之时 或是当我们忘记自己 该扎分在你的里面 并要依靠你的圣灵 互相连接之时 求祢是真桃树 我们的真桃树 求祢特别我们 求祢教导我们 如何连结在你里面 阿们 人若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旧的生活已经过去 新的生命已经开始 要知道我们已得赦免 心中有平安 阿们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的经文 记载在约翰福音 第15章1到12节 让我们一起用心 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请大家一起开启麦克风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 请大家开启麦克风 一起念 我是真葡萄树 树 树是黑之人 所有树 他就减去 所有节奏 他就修解干净 让他结极多的果子 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说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 知识若不理解的草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普世桃树 你们是自私 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不住在他里面 他就结出很多果子 因为你开关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住在我里面 就像自己就在外面 在一部 人把他把他拆起来 丢在我里上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第十二节 父怎么样爱我 父怎么样爱我 我也怎么爱你们 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 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 正像我遵守了 我父的命令 住在他的爱里一样 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 让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且 使你们的喜乐满意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很开心 家居牧师要再次我们的正道 今天家居牧师正道的题目是 编织爱的网络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在还没有领受信息之前 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透过主你自己的教导 我们能够住在主你的爱里面 学习彼此相爱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做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关系当中 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 也能够在合一的关系里面 更加的认识你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 教导我们 这样祷告祈求 奉靠主书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以前 就是担任学生团器的辅导的时候 常常有机会去 visit很多的 学生的住的地方宿舍 那我以前比较严格 就是换句现代的话说 比较机车 就是我会去检查一下说 他们有没有就是吃营养的东西啊 有没有半夜不睡觉啊 有没有好好的生活啊 那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男生的宿舍 刚好这个宿舍里面也有其他不住在宿舍里面的男同学 来拜访他们 然后这个男同学他就跟我讲了一个事情 他就说 阿婆他们都叫我阿婆 他就说阿婆你知道吗 我要来这个他们家的时候 男生家的时候 我就要连上网路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好 那你自己连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设什么密码 叫他自己连这样 然后他就连了一个网路 结果那个网路一直一直都进不去 然后呢他就回头过来问说 哎你们你们家的网路 是那个就是我连的这个吗 这样他连的这个网路呢 叫做house of prayers 然后就是祈祷之家 他觉得说因为里面都住着信主的弟兄嘛 所以应该是连这个house of prayers 这样子 然后结果他们就说 不是那不是我们网路的称号 我们的网路不是这个名称这样子 然后他说那你们的网路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们的网路叫做 I love Taiwanese girls 我爱台妹 然后他就说 你们怎么那么不属灵这样子 他说因为我们所有事情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台湾的女孩子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取作 I love Taiwanese girls 然后 然后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 我就回来看我们家的网路 我们家的网路呢 的名字就取得非常好听 我们家的网路叫做 真葡萄树 true wine 然后这个网路的名字不是我取的 是我妹妹取的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 她申请网路的时候 她把家里面的网路取叫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家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那我的妹妹很有智慧 她说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被提醒 就是我们要连结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的网路叫做 真葡萄树 我说还好 这个申请网路的时候 不是名字 不是我来取名字 要是我的话 我没有办法取那么有智慧的名字 我一定会取叫做 I love Taiwanese food 我就会取说 我喜欢台湾料理 那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 它其实是在讲这个网路的概念 它是一个社群网路的一个概念 是耶稣在讲这个葡萄树的比喻 就是真的是在讲true wine 这个葡萄树的比喻 只是这个网路所产生的连结 它是需要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 它是永远的连结 有别于其他人所建立的 这个社群网路的功能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 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 他是真葡萄树 我们是知子 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 耶稣基督是葡萄树 我们是知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葡萄树的一部分 乃是要我们扎根于耶稣基督的身上 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意思 那一棵长年长到可能超过六十年七十年百年的老树 它是经过风霜雪雨的 虽然叶子会枯萎凋落 但是树根却是这棵树木能够继续生长的关键因素 只要这个树根扎得够深 就不怕风吹雨淋 因为无论多么辛苦的环境 只要这个树枝能够得到养分 它就可以继续结果子 最近我们看到New Jersey的花一直在开了 那我们家的门口开了一株很漂亮的花 这个花很特别 它是先开花 然后才开始冒叶子 所以我们先开满了满树的花之后 然后才慢慢看到那个绿色的叶子 那这个开花之后呢 我们可以想象 它一定会结出它自己的果子 那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 扎根扎在哪里 圣经里面有一个说法 说要向下扎根 这个根要扎得够深 那个树就不会倒塌 那我们扎的是什么根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所扎的根 不是扎在这个根不是定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我们所扎的根有可能会有问题 有可能会是产生毒树的苦毒根 要拔出这样子的苦毒的根 其实不太容易 这些苦毒的根 用一个属灵的眼光跟属灵的角度来看 它有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背景 或者是我们出生的一个原生家庭 或者是来自于社会环境 造成的后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毒气 要拔出这些苦毒的根 需要圣灵的带领 还有动工 光靠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说 它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若不扎根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就得不到成长的养分 我们发现到耶稣跟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的这些教主 或者是他们所供奉的这个神明 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耶稣基督本身 他是养分的攻击者 耶稣基督他本身 他供给养分给所有相信他的人 那其他的这些神明 这些教主 他是需要信徒的供养的 他是需要信徒的供养 所以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耶稣基督他供应养分给我们 我们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我们再从这个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个观念我们来看我们要结什么样子的果子 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果子 叫做分别上二树的果子 这颗果子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是什么事件 大家记得吗 可以打开麦克风回答一下 没关系 创世记 创世记 创世记的里面出现的第一颗非常有名的果子 叫做分别上二树的果子 分别上二树的果子 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 以前的人把它画成苹果 所以就说 那个亚当吃 本来是夏娃吃的 夏娃吃到肚子里面 所以呢那个这个三二树的果子 后来就变成女人的子宫 因为女人因为吃了三二树的果子 后来变成能够生产这样 然后男人呢 就因为被上帝抓到了 抓包了 所以就卡在喉咙 所以呢 就出现了男人的喉结 叫做亚当的苹果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是它不是苹果 它就是善恶树的果子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那我们呢 结出来的果子 能不能是继续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呢 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 我们如果要用分别善恶的这个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果子 结果而生活的话 我们就会常常就是做出一些指责别人的手势 因为你要分别善恶树 你要分出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的时候 你做这些手势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好吗 它不好在哪里 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为什么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 就不能够继续留在神所创造的乐园里面 这跟这个善恶其实比较没有绝对的关系 跟得到善恶的方法有关系 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 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 没有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方法 去取得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 这个分别这个字呢 它有认识的意思 那我以前有在带这个婚前辅导 或者是我们这个男女大不同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聊过 这个圣经里面讲认识 这个字讲得非常非常的深 到目前为止 英语的字典还留有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去查这个know这个字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它是指男生跟女生同房发生关系的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可以用得很深 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源头 一个典故 就是叫做认识 那你认识善的时候 你是指有跟善发生关系 跟善产生连结 那有没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因为你认识善 对不对 你跟他产生连结 你跟他有关系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可是 认识恶呢 分别善恶的这个过程 就是你一定要认识善 也要认识恶 对不对 那认识恶 跟恶产生了关系 跟恶产生了连结 然后又不能避免恶的结果的时候 那问题就产生了 所以这个是 我们不能够留在善恶树的里面 结善恶树的果子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我们怎么能够不结善恶树的果子呢 怎么能够不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 我们要认识真理 认识那个绝对的善 认识真理 主耶稣基督说 他就是真理 我们认识了耶稣 认识了真理之后 跟耶稣有了关系 跟真理有了关系 与耶稣结连 与基督有了关系 我们不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枝子 我们是真葡萄树的枝子 我们开始扎根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开始结出 有基督美善样式的果子 这就成为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 我们要想这个扎根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这个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是向下扎根 然后不要扎在苦毒上 要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结出基督样式的果子 我们不结出论断分别善恶的果子 那第二点我们要来看 这一篇里面的结果结论 它是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在这段经文当中呢 一到四节是源头 九到十二节是结果 那我们先讲结果 最后再来讲 怎么把源头跟结果连起来 讲那个连结 所以我们现在先讲九到十二节 九到十二节讲到 耶稣基督启示自己是真葡萄树 而我们是知子 这个目的是什么 是要我们学会彼此相爱 这样子的相爱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相爱 是与另外一种爱不一样 另外一种爱就是 不在耶稣基督里的爱 有区别 我们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 那跟不在耶稣基督里的爱 产生了区别 这样子的相爱呢 最主要的焦点 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注目看耶稣 把眼睛的焦点 放在耶稣的身上 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也是基督徒唯一能够正确的 那我特别注意到 哇他请的这个牧者 他的劝勉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那他的劝勉之后呢 他带着这一对新人做一个仪式 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在这个台子的后面 准备了一份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 所以他在带领这对新人 跟他一起守圣餐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永远记得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训事跟教导 我们之所以能够相爱 是因为我们连结在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舍的这些爱的上面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婚的 婚约的缔结的这个仪式 就成为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仪式 那在婚姻里面的一个连结呢 会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婚姻 跟主耶稣基督的爱 把它想在一起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他们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许多年轻未婚的男女 在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 都把基督徒当成是拒绝考虑的对象 因为在交往当中 不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如果就是很多人 有交往过基督徒的话 会发现基督徒在交往当中 所强调的这个关系 还有关系里面要怎么样建立圣洁 这当中有比较高标准的要求 那这些想法呢 因为基督徒不能做很多很多 其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不跟基督徒交往 这其实是对基督徒的一种偏见 基督徒在交往男女朋友当中 所看重的圣洁 其实是因为要更加的爱对方的一种态度 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我们上帝他其实很看重 这个因为相爱而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 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他在启示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我们跟他之间的立约 把他设定成为一个像地结婚约一样的约定 地结婚约 在婚姻里面和而为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 成为上帝跟我们立约的这样子的关系 那很多人就说 那这个关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不像是一般的契约 一般的契约就是甲方跟乙方 如果甲方违约乙方就可以怎么样 不遵守 这个约就不成立了 就毁掉了 那婚约不是这样 婚约是有另外 有对方他不遵守的情况底下 你还是要继续遵守 这个是婚约 是你跟神所立的神圣的约定 那神用这样子的约定 跟我们立约有什么好处 因为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我们违约的比较多 还是神违约的比较多 是我们人违约的比较多 我们背叛上帝的时候机会比较多 那如果按照一般的契约的话 上帝早就可以不理我们 上帝早就可以不甩我们 他可以不用管我们 所以上帝成为在立约当中 非常忠实守约的那一位 一直到现在 也会延续到将来 我们都要透过这样子的约定 跟上帝立约建立关系 也因为这样子 上帝启示我们说 认识他的过程 就好像是夫妻同房的关系一样 在婚姻当中 我们跟另外一半的配偶 合而为一的关系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认识到对方 当夫妇两人合而为一的时候 你不再是你自己 你的灵魂 与你所爱的配偶的灵魂 交织在一起 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他的身体 你要当成是你自己的身体 一样的爱惜 他的面子 你要当成是你的面子 一样的重要 不可以做出使对方 伤心或者是丢脸的事 如此 圣结的关系 如果随便结合 也会产生悲惨的结果 若不是在神所喜悦 祝福的婚姻当中 发生关系 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灵魂 跟一个对方的灵魂 产生纠结 然后这个纠结 又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之后 要分开 那这个分开的过程里面 这些伤口 有可能造成灵魂里面的创伤 那这些创伤 如果不谨慎处理 不谨慎求神医治的话 有可能造成更多 邪恶攻击的一个破口 那有可能 我们在下一段关系里面 会陷入在恶性循环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在关系的连结上面 非常非常谨慎 最大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连结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 因着更加的彼此相爱 更多的尊重对方 在十几年前 有一群爱主的年轻人 他们喊出一句口号 叫做WWJD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戴过那种手环 那时候很流行 戴这个四个字 四个英文字的手环 WWJD 那意思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后来变成一个活动 一个行动 很多人都follow这个行动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要基督徒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想一想 如果耶稣在现场的话 他会怎么做 这句口号其实只喊了一半 那接下来应该要加另外一句 WWJD之后要加另外一句 叫做WWID What would I do? 不是耶稣怎么做 而是我们注目看耶稣 定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之后 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要怎么做 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呢 还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样式之后 依然我行我素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那大家知道说 我是一个会讲台语的牧师 那台语比华语还要难的地方 在于台语的声调有七个声调 就是台语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言 越古老的语言 它保留的声调会越多这样子 那台语里面在讲 不同的音调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那个恋爱怎么讲 恋爱 那个Denis长老 乱爱 乱爱 听起来很像乱爱 乱爱 一点点差距而已 小时候如果家里面的长辈 他反对家中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会说 不想乱爱 其实就是叫他说不要乱爱的意思 基督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诫命 不是要我们乱爱 彼此相爱这条诫命 不是在爱我们想要爱 却不能乱爱的时候 用来当借口 彼此相爱这个诫命 是在面对不可爱的人 实在爱不下去的时候 拿来提醒自己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三个字 叫做I love you 对不对 我爱你 这我爱你这句话 我们常看电视电影在演 都是帅哥美女 你浓你 你浓我浓 在谈恋爱的时候说的 这个时候说起来好像很好听 可是真正真正能够感动人心的 我爱你 不是帅哥美女说的 而是满脸皱纹 虚弱 体弱多病 躺在床上 每天拔屎拔尿的时候 如果你听到 有这么一对夫妇 他还讲出我爱你 这句话 那才真的能够叫人 掉下感动 又感激的眼泪 所以 所有相爱的关系 我们都要想到 他的源头在哪里 所有相爱的关系 都必须要连结在 爱的源头 这样那个爱 才能够像水龙头 接对水管一样 源源不断 细水长流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来看 第五节到第八节 耶稣基督在第五节当中 这么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有的关系都连结在 基督的身上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而散发光彩 与世上其他不属于神的人事物 很自然而然的就区别开了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 与其他不属于神的人事物 不一样 因为塑造我们的师父 是不一样的 在第六节的经文说 耶稣这么说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我们要知道 耶稣可能是最有资格 判定什么样的枝子是枯干了 只能拿来当柴火烧的一个人 因为耶稣不只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而已 他也是木匠的儿子 大家不要忘记 他是木匠的儿子 什么样的枝子是健康成长的枝子 经验老道的木匠 一摸就知道了 我们若连结在基督的身上 栽培我们的主人是上帝 雕塑我们的师父是耶稣基督 当然知道如何发挥我们最好的特质与恩赐 如果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么结出来的果子也会是不同的 除了师父是不一样 结出来的果子也会不同 我们结出来的果子 自然与不属于上帝的人 所结出来的果实不同 在这个世界上 会常常有很多的声音 要我们享乐 那如果我们听从了这些 要我们享乐的声音 我们就结出享乐的果实 那也有声音 要我们颓废败败坏 我们若听从了 就结出颓废败败坏的果实 世上的人都是从果实 来判断果树的品质的 所以兄弟姐妹 不要因为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 与别人不一样 我们就产生忧虑 果实不同 是因为我们与世人 所连结的果树是不同的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 怎么说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从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在一个农庄里面 如果种出得到冠军的果实 受到表扬的 就是栽种的人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生命 因着连结在基督的身上 而结出圣灵的果子 是天父上帝 这位栽培的园丁 得到荣耀 这位主人得到荣耀 因此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七到八节这么说 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 而我的话也长存在你们里面 你们无论要什么 求就必得着 我父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 而得到荣耀 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因为连结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真葡萄树的枝子 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些果实有别于 世上任何的成就 是为了要使我们的天父上帝 得到荣耀 兄弟姐妹 有一句广告台词 是这么说的 他说已经做对的事情 何必再改呢 不要因为我们跟周遭的人 有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想法 而感到懊恼 我们不需要勉强自己 去配合这个世界 只要扎根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定睛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连结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努力结出和神心意的果子 让我们使用 生命里面的每一刻 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相结联 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 也用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的样式 正确的彼此相爱 编织一个和神心意 永远畅通的爱的网络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啊 我们的父神 主啊 我们知道 在这一个世代里面 要做到和你心意 彼此相爱 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是主 我们愿意尝试 在我们愿意尝试 向你述说 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主啊 求你悦纳 求你悦纳 我们所奉献的一切 主 或许我们在述说 你的爱的当中 表现出来 非常的笨拙 或许世人会觉得 应该要嘲笑我们 但是主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对你 是真心的 主啊 因为你就是那真的葡萄树 我们因为连结在你的身上 我们渴望 我们也能够结出 真正葡萄树上的枝子 跟果实 主啊 求你 让我们 有所改变 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 愿意 继续 用你所教导我们的方式 来相结怜 求你也让我们知道 你是永远忠实 守约 施慈爱的上帝 主啊 你永远 不抛下我们 主啊 盼望我们 每一个 知子 都是健康成长的 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 来浇灌我们 让我们结出 圣灵的果子 这样祷告祈求 奉靠 绝书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家俊牧师 今天的正道 让我们一起用诗歌 来回应 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甘寒无水之地 我可慕你 在狂野无人之处 我寻求你 得救在乎贵会安心 得理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斩尺伤疼 在甘寒无水之地 我可慕你 在狂野无人之处 我寻求你 得救在乎贵会安心 得理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斩尺伤疼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铜池子与葡萄树 静静相恋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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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铜池子与葡萄树 静静相恋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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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枯竭 永不枯竭 为了加强我们 教会内的相互照顾 我们教会仍然非常需要 我们定期的奉献来支持 让我们的事工 能够继续保持 请大家将奉献的支票 邮寄到教会的地址 受款人请写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透过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舍的生命 主啊我们可以与你相连结 此时此刻我们要用祷告 彼此互相祝福 也为我们关心的亲人朋友 弟兄姐妹来带求 求你保护照顾 我们所挂念的亲人朋友 由我们的父母亲 已经年老的 这个时候接受很多的医疗的 主啊都求你 快快地把医治 赐给我们的亲人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 这些兄弟姐妹 在情感上 在建立家庭 寻找真爱当中 寻寻秘密的 这些单身的 年轻的兄弟姐妹 主求你为他们预备伴侣 让他们一生走在你的祝福里面 见证主 我们也为着已经成立家庭的 这些夫妇 及他们的孩子来祷告 遇到防疫期间 许多的不方便 家庭跟家庭当中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 许多的支持 带导 主啊我们的孩子 要如何能够在你的爱里面 健康地来成长 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彼此互相学习 交流 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 在夫妇当中 能够更多的领受你的爱 也能够知道 在婚姻当中所缔结的约 是如此的神圣 需要主你继续加添力量 你的圣灵亲自来提醒 在许许多多的各样的事上 彼此互相帮补 互相扶持 求你继续加添力量 在所有的夫妇身上 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怜悯 看顾我们所居住的美国 遭遇到这么大的疫情 我们依然需要 彼此互相的关心 照顾 主啊求你让我们 在出出路路的路上 都受到主你的看顾保护 你的保血遮盖 平安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满满的恩典 主啊我们也求你 加添力量 在今年的毕业生 主让他们毕业之后 很快的能够找到 发挥专长的工作 在工作上继续荣耀主你的名 主啊我们也求你 加添力量 在我们 未来 教会 要怎么样来开放 的事工研讨当中 主啊让我们 在开放当中 见证主你的荣耀 你 一直照顾我们 保护我们 你也拯救我们的生命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这个时候 我们要 用我们自己的声音 用主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秉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在创造世界的起初 就以爱创造我们的主 求你继续用爱 呼召我们 引导我们 跟随你 走合你心意的路 愿耶稣基督的拯救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相通充满 与我们的父亲身为 与我们在座的仿佛 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与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 与我们所挂念的亲人朋友同在 与正在和罪恶引诱 搏斗的这些人同在 愿我们都靠着主的能力 当强壮胆 继续跟随你 直到世间的末了 阿们 接下来是我们教会下个礼拜的活动 再次要特别强调 下礼拜是我们的母亲节主日 那我们的成人主日学 在早上的九点 我们邀请到刘牧师 要来跟我们分享 再次强调 他是我们教会第二代的台美人 所以他以自身的经验 相信有很多很多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尤其是年轻的家庭们 你们对于小朋友的成长 尤其是台湾人的第二代 在美国这个地区如何成长 如何帮助他们 在鼠邻上面有所成长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向刘牧师来讨教 那下个礼拜是我们的联合礼拜 早上十点半 所以时间跟华语主日 有点不一样 所以请大家在母亲节的主日 特别早起一点点 十点三十分 我们一起在线上 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起欢庆母亲节 好 今天的线上聚会就到此 那请各位莫道 莫道之后我们闭会 闭会请各位不要下线 我们立刻会开始 我们的今天的查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像一棵树 暗示结果 栽在溪水旁 喜爱你的话语 昼夜思想 这时又附提 你就像葡萄树 我是枝子 藏在你里面 爱我疼我的天赋 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世上没有任何事能 是你爱可见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流星听你 则听我是有福地 永远不分离 我要像一棵树 暗示结果 栽在溪水旁 喜爱你的话语 昼夜思想 这时又附提 你就像葡萄树 我是枝子 藏在你里面 爱我疼我的天赋 我是你孩子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世上没有任何事能 是你爱可见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流星听你 则听你 则听你 往事有福地 永远不分离 永远不分离 世上没有任何事能 是你爱可见 永远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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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星听你 则听你 则听你 我是有福地 永远不分离 像一棵树 永远不分离 疯在你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关掉那个录影